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我还真是富二代啊 其实相较于其他富二代 校长并不合格 就拿盛产统号的沙特来说 该国施行一夫妇妻制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 目前该国王室共拥有五千多个王子 而这些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富恩代 全部由国家财政供养 你月光零花钱就有几百万美元 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享受 相比16岁时才知道家里有钱的校长 沙特王子阿卜杜尔阿奇兹 本法赫德在14岁时 就已经有七辆凯迪拉克和三架飞机了 每周光零花钱就有600万美元 据说他目前在银行的存款 就已高达16亿美元 此外有媒体爆料 他小时候曾跟父亲去伦敦旅游 当他看到金帝辉煌的白金汉公时 一成兴奋嚷嚷着要把他买下来 他爹费尽口舌 告诉他那是个非卖品 才将他劝住 后来他们父子俩在白金汉公 接受英国王室款待时 这个王子又看中了 列队欢迎的皇家卫兵 想把他们也买回沙特 这并不是个例 在2013年时 沙特王子法赫德 花费了1500万欧元 包场巴黎迪士尼乐园 并邀请了60多位朋友 接连在此狂欢三天三夜 而包场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庆祝 他顺利完成学业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沙特的土豪 都只会混吃等死 比如沙特先任国王萨勒曼 就是出了名的劳模 自其继位以来 他为了本国利益 不辞辛劳多次出国访问 在2017年3月时 他曾率盘访问中国 市团的规模 更是让不少中国人感到震惊 成员近1500人 包括25位王子 10位部长 还有150名厨师 和800名各界代表 全团行李总重超过500吨 乘坐经过改装的豪华版 波音747 并且自带两步镀金电梯 他的此次访问 促成了与中国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大单 让中国军工企业狠狠赚了一笔 作为中国军火的老客户 沙特一直出手阔绰 早在1987年 沙特就从中国购买了一批 东风三中程弹道导弹 这里价值35亿美元的交易 创造了当时中国武器出口的记录 不为人知的是 之所以卖到这个价格 源于谈判时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把此次导弹交易的详细内幕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回复沙特 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土豪 开读鲜明 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 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